学变好说论点解锁天下齐迷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少班主 我是曼掌柜 人类的大脑就像一个固执的屌丝 他从来不问我们的意见 每天任性地删除各种记忆 而这种健忘的状态常常让我们非常尴尬 而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一群人啊 他们的大脑好像被上帝之手换了系统一样 不用像世界记忆大师那样刻意地去练习 而是像吃过了多拉A梦给大熊的记忆面包一样 从此以后啊永远都不会忘记 如果你是第一次见到我们的频道 那我想说朋友啊你算是来对地方了 因为你早已经被平台锁定为那些积极好学的优秀的小可爱 那么既然如此就不要再犹豫了 赶紧订阅我们的频道吧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那些世界上最诡谓的新鲜事 和那一本一本值得被推荐的好书了 我们会每周都来撩你一次的 今天我们讲的这一类人啊 他们其实有一个名字叫做超义症患者 为什么叫患 脑洞乌托邦上新片了 真的吗 超义症 脑洞乌托邦和我们撞车的这一集啊 是在我们拍摄这条视频的两天之前 觉得小乌真的是讲的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你们想了解超义症患者相关的资料的全貌 我建议大家去看小乌的那集 但是如果大家想以一个听故事的角度 来了解超义症患者的真实的心路历程的话 我建议大家来听听少班主这个别样的版本 超义症患者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完全记忆症 这一类人呢有明显的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啊 就是他们每天会不自主的陷入过往的回忆当中去 第二点是患者会有从过往的个人经历中 摘取超大容量细节的能力 他们通常是无选择性的记住过往经历当中的所有的实践 那会不会吃吃饭突然闪过来小的时候吃饭的场景 对是这样的 小时候的具体的哪一天的哪一个时刻 他会记得非常清楚 然后直接闪回 那会不会和他聊天的时候突然他就 陷入发呆 事实上还真的就是这样了 真的啊 现在少班主给大家虚构一个故事情节 但是在这些情节当中的超义症患者的经历 来自于真实实践 2020年的复仇者联盟组织里啊 美国队长已经渐渐老去 成为一个年迈的老人了 钢铁侠和黑寡妇已经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成为了一种思念 绿巨人呢 也回归到了自己正常的科研生活当中去 雷神索尔早已经消失在人群当中的事业 复仇者联盟的第一代英雄至此走入了历史 所以我们需要把那段历史清楚的记录在案 那么文件的保留工作就变成了这项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 作为信任的复仇者联盟的领袖的你和曼掌柜 你们两个人啊 如果遇到这个问题的话 你们会怎么解决 我会让你去走 把它记录下来 做成文件 把它锁在密码箱里 那锁在密码箱的话 其实还是会被别人盗取啊 这些资料是属于机密文件 那就做成网上的呗 做成网上 做成网上的话 那些黑客可以把这些资料盗取掉 那还要把人活了 有超义症 对 就是把这些资料全部记录在超义症者的脑袋里 让他们潜入在这个人类的生活当中去 根本就找不到 超义症患者在这个世界当中最多啊 也只能找到八十个人 所以可以分别记录在这八十个人的脑袋里面 真的有这八十个人 对 找人要找源头嘛 所以我要去找第一个被证实是超义症的人 第一个被证实超义症的人啊 来自于2006年 这是一个女生 她的名字叫做吉尔 没多少年啊 这发现了 对对对 那么叫做吉尔的这个女生啊 她在五岁的时候 她就跟随着家人不停地搬家 所以她为了把童年的生活记录得非常清楚 于是乎她养成了一个写日记的好习惯 可是写着写着她就发现 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因为她的记忆有点好过头了 她可以清楚地记得过往当中 每一天的种种经历 比如说 一九几几年的哪一天是星期几 她穿了一个什么样的衣服 她那天吃了什么样的晚餐 那天她上了几趟厕所 她都记得非常清楚 她不想记住这些琐碎的情节 没有办法 但是对于复仇者联盟祖父当中的你们啊 这种超能力 绝对对你们来说非常的有用 于是你们派人去查这个吉尔的底细 我觉得这种人上学的时候肯定都是学霸 考试的时候就像范术一样 但事实上我告诉你 超异症者不仅达不到正常人水平的成绩 相反更差 据吉尔的表述 他每一次在考试的时候看到一道题 他就会去想起连带于这道题 所引发的所有的记忆 甚至在考试当中 直接陷入回忆当中无法自拔 以至于到考试停止之后 他都没开始写任何一个字 想太多了 想太多了 超异症者不仅仅是回忆出当时的那些细节 而且会回忆出当时的那个情绪 比如说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他已经有了理智了 可是让他回忆起三岁时 有一个小男孩抢上他的玩具时 他的那种崩溃的情绪 一样会涌上心头 这让他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觉得我们也会 我突然想到说 我当时一件不开心的事 我会知道当时我的心态会特别不好 你是理性地记得当时的心态不好 可是你没有办法 完全陷入当时的情绪当中去 这是绝对不同的 可是我觉得这还不太适合我们的组织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忧 你也会有这样的担忧对吧 于是你们带着这样的问题 继续往下去调查 发现34岁的吉尔 终于忍受不住 每一天都在回忆痛苦当中的经历 于是去找到了 这个加里弗尼亚大学的 这个麦克高教授 他是一个研究 记忆神经的科学家 他就把他请到自己的实验室来 发现吉尔 回忆当时事件的准确率 达到了几乎是百分之百 所以麦克高教授 在2006年就发表了一个公开的论文 然后讲述了说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叫做 超义症者的现象 随着这个事件被发表了 那么有一个51岁的男子 也站出来说 哦 原来我也是超义症者 甚至我的能力更强 找到组织了 找到组织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布拉德 也是这个世界上 第二个被发现的超义症者 他也被人类称为人体骨骼 因为他提取记忆的能力 比骨骼搜索的速度还要快 你随便说出一个时间点 他能清楚地把那个时间点里面 所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 新闻事件 马上提取出来 OK 我决定了 我们要请这个叫布拉德的人 提五个 哦 OK 你就是觉得他能胜任这项工作是吧 对啊 但是这个布拉德还有一个问题 他有了这个超义症 他不仅不会更聪明 相反显得会有一点笨拙 他能记住每一个时间线下的 所有事情的细节 可是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相对复杂的句子 也就是说这种人啊 他的逻辑思维很差很差 我怎么看到了我的影子 所以你有超义症者的状态 没有超义症者的能力 而且布拉德和吉尔有着同样的现象 就是每当他们调取过往的记忆的时候 过往的那种情绪就会翻涌着上来 甚至他们是不受控制的会产生连带的回忆 反正不要这样做了 我觉得好伤害人 所以你有点不忍心要请他们来加入了是吗 于是你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啊 又继续研究下去 就发现了近期啊 就有一个心理学教授啊 叫做Gary 发现他们其实有一些共同点 于是这个Gary有一个大胆的假设 他就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啊 这种超义症者他们不是天生的 也不是说一种基因突变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而是他们就是这种习惯 比如说这个吉尔 他小时候就有写日记的习惯 对吗 他后来长大了之后 他的工作啊 是在图书馆里面去整理书的工作 有没有可能他们把记忆啊 当成整理的物品 所以每天去梳理他们 这样就产生长时间的一种牢固的记忆 就比如说有一个超义症者 他叫Bob 他就是对自己的记忆非常的痴迷 他会怕忘记 把它写下来 就是癖好呀 对就相当于一种癖好 而且这些超义症者 他们几乎都有这种强迫症 而且他们喜欢去收集东西 整理东西 但是这些超义症者 他们自己不承认 他们说自己是不受控制的 在回忆这些事情 所以遗忘到底是一种缺陷 还是一种功能 这个角度还没想过 这个实验的细节啊 太过于理论性 但是我用一个故事的方式 非常浅白的 让大家直接就了解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大脑当中 每一个神经地址 都负责着不同的岗位 其中神经地址当中 有一个犹太种族 就是我们的多巴胺 他负责我们人体的这种奖励机制 快乐的机制 学习的机制 记忆的机制 你说他负责多少事情 但是关于记忆这个部分 它是有两个特殊的功能 一个是气 另一个是遗忘 他像一个很调皮捣蛋的学生 走上了黑板 用左手在洗 右手又开始擦 写一道题 擦一道题 身后站了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就是我们的潜意识 写到某道题的时候 潜意识老师会在背后说 停 这道题不许擦 于是就留下来了 所以在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 你回望黑板 留下的全都是那些关键的 必考题 那么既然能记住所有的事情 是会让我们很痛苦的话 那我们的大脑设置这种遗忘机制的话 它就是一种合理的表达了 对 现在感觉就是对了 所以有没有可能 上帝之手在缔造我们人类的时候 它就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植入了一个哲学系统 所以遗忘是一种高级的智慧 它不需要让我们的一生背负着 林林总总的有意义无意义的所有记忆 而是在我们的人生最后一刻 在回望我们一生的时候 留下的全都是那些人生的关键时刻 这样讲 感觉我变高级了 下一次如果我忘记事情 你就不要再骂我了 是因为我很高级 所以那些你记不住的东西 在你的潜意识当中 是你根本就不想记的 因为你认为它是无意义的事情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那些我们背了一千遍都记不住的八股文 那些我们怎么样搞不清楚的英文单词 在你的浅层意识里面 你压根就不想学 你在应付别人 因为你认为那件事情和你无关 我还以为是我大脑的储存量不够 内存满了就会把一千没用的去挤掉 不是的 事实上我们的大脑的储存量惊人 想到这里 你回望这神秘组织留下的人类 所记载的所有奇迷档案 真的全部都值得保留吗 我们拼死挽留的那些人事物 是因为这样做正确 还是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什么叫做断射离呢 想到这儿啊 你和曼掌柜轻松一笑 打火机在指尖划过的那一刹那绽放出智慧之光 将这黑夜照的明亮悄然离去 我的故事讲完了 现在我要讲一个真事了 而这件事情啊 我每次想起来都让我毛骨悚来 1995年的9月份 在美国的旧金山的一个酒店里面 举行了一个神秘的会议 这个会议有一个名字 叫State of the World Fall 世界状况论坛 当时会议邀请了世界上最顶尖的 政界和商界的精英来参加 目的是探讨精英人群的利益和保护的问题 会议中他们得出一个结论 20%的精英控制着世界上几乎全部的资源 另外80%的人群 其实就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 这个数学模型啊 将会更古不变的影响着人类 所以这些精英人群就开始担忧了 就是这80%的人群一旦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们开始反动影响到我们精英人群的利益 到底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是那个80%的边缘人 在精英人群的眼里面 我们都是那个边缘人 所以他们天天在想要怎么对付我们 并且啊 在这个会议当中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政治家 叫做布洛基斯基 他提出了一个超级谋论 叫做奶嘴动物 布洛基斯基是这样说的 为了安慰这些人啊 把他们的生活啊 用大量的娱乐活动和物质刺激来充满 比如网络了电视了游戏了 漫天的各式各样重复的生活用品啊 电器啊 服装衣帽等等啊 就像给婴儿的嘴巴里面塞进了一个奶嘴一样 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和不满的情绪 让他们更能接受自己的现状 那怎么知道这件事呢 那金额人群当中也有一个行业叫做记者 所以这媒体当中啊 就有两个德国的不是 他们是被邀请去的 人家把他们当成自己人来看 结果这两个愣童心啊 就特别反骨 就把这个事啊给爆出来 然后呢 他们并把这段内容写在了他们自己的书里面 叫做全球化陷阱 可怕的资本中 我觉得我们的节目要被上黄标了 天啊 身边有一个朋友 他有一次和我思考一个事情 说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人类正在倒退 是一种反族现象 说鸟才会不停地收集东西 每天含根草啊 含根树枝啊 去搭自己的窝 但人现在也开始喜欢囤积东西了 同样一个东西 我们在家里面经常会买上七八个 我们不停地努力工作 却把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全部花在了那些琐碎的事情上面 真正想做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做到 还自以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情 就是我们内心所追求的 事实上你的一生就只是在追求那些 灌瓢盆 服装衣帽吗 所以啊 今天我要给大家搬出那个 我真正想介绍的 小班主 我感到对 你的思想品德一定不及格 告诉我们书的名字和什么 不讲我的 我感到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